对联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 从古至今 人们都喜欢通过对联来检测读书人的才华 在北宋年间就有这么一位宰相 她一生只有一个女儿 因此对这个女儿是百般宠爱 给她取名叫刘月娥 刘月娥是个有才华的大小姐 她不甘心自己的婚姻被父母操控 变成了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与走恶狗千条 刘月娥一听很是心细 又出了一脸 十字街头叫老爷 老爷老爷老老爷 这回乞丐也是毫不迟疑 脱口而出下连 金鸾殿上喊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月娥见乞丐又如此精彩 当下决定非她不嫁 丝毫没有嫌弃她的出身 她的父亲也因为不用违背承诺 不得不答应这门情事 然而 刘月娥的眼光独到 她的这位乞丐夫君 于公元977年考中重远 并成了北宋初年有名的宰相 她的名字就叫绿